指揮做圖 無法完成 下鍊了一個圖形 正三角形就是上次畫的嘛 你現在畫一段對不對 然後 然後一樣的地方再畫一次 那這裡就會正三角形 這可以 線段終點就是 左邊一個 大於1 2 為半徑 左邊畫一次 右邊畫一次 那自己畫下來 這裡就是終點 直角三角形就是畫這樣 隨便選一個點 畫半圓形對不對 左邊然後畫一次 右邊畫一次 這就會垂直 就可以做垂直 現在是說 如果他有給你5公分的線段 那我當然可以做5公分的圓 可是如果他沒有給我5公分的線段 我就不能做5公分的圓 好 因為尺規的尺是沒有刻度的 所以這題我先選珠 好 在 他的P到S P到S 這樣看起來是P 然後畫一次畫一次 這樣是兩個A 這兩個A還是兩個B啊 這裡看起來是不是跟這裡比較一 比較一樣 好 那這樣子應該是兩個B 一個B 兩個B 然後再回頭一個A 那剩下來的叫2B-A 2B-A 2B-A 是這樣 然後 PAB 我們說一定要畫等樣嗎 你這樣子一直畫 一定是等樣三角形 好 好 那你他說畫一個L去P 然後P為原先 AB為側為半徑 A 在P在右邊畫 弧 1 他的意思是說 我先畫一個L 一條線對不對 然後抓一個P 然後 然後P為原先 AB為側半徑 好 AB比較短 好 畫一個AB為側半徑 然後交在E點 然後這一點 這X 這Y 那這樣這一段就是X 好 P為原先 然後 他說 CD為半徑 比較長為半徑 再畫一次 就把這一段畫 畫過來這裡 那這是F 那EF 這應該是相減 應該是他們兩個相減 而不是他們兩個相加 好 他們兩個 應該是要繼續E為原先 所以這裡應該是以E為原先 所以在步驟 步驟三的時候錯了 要以E為原先 再來 他以A為原先畫弧 然後交AB於兩點 O為原先畫弧 那繼續哪個步驟 那當然就是開口啊 對不對 你這個開口就這一段 這一段 要把它量過來 對不對 你這樣量過去 欸 這就是80 這就會80 好 也就是說你要把BC 以P為原先 然後BC為半徑 這是K 那這也是K 畫弧 好 把它量過來 所以 以P為原先 然後BC為半徑 好 他就這樣 這都是馬上可以做的 都不用什麼計算 那他要繳AO珠 AO珠是什麼 他把腳E腳E放在AO珠 當然就是180-腳E腳E 腳E 對不對 AO珠 就是180-腳E腳E 對著A 很明顯 再來他說腳ABC這裡一點點 這也是47度 然後他說BC為原先 各以BC為原先 BC為半徑 交於珠點 對 那你的A B 對不起 A B珠 那一點點 是多少度 但是分別也BC為原先 所以 B到珠 跟 C到珠 是等腰 他自己47度 好 B C為半徑 他寫BC啊 所以 這一段 這一段 三個是一樣的 所以是60度 那60- 60-47 就是13度 所以這題材是A 因為他是寫 以BC為半徑 所以他三個都一樣 這是正三角形的畫法 然後他說AB是9 A珠12 A當原先 13為半徑 13是比較長 對不對 13會比 13會比12長 對不對 多一點點 然後畫 畫下去 這樣 13會比12長 可能要再大一點 這樣好了 這個是十幾 92-15啊 3-4-5 就12-15 放大3倍 這裡是15 所以13 13不會通過C啊 13可能在這裡 對不對 到這裡 然後 畫下來 到這裡 他不會通過C 所以他說BC珠有幾點會在 就是B跟珠會在裡面 他問圓外 圓外 圓外是C在圓外 圓外的話是C在圓外 這一點就是C點 C點在圓外 圓的外面 可以嗎 那角E 角BA珠 這明顯做了兩次啊 對不對 所以你是 X加8 S加8 S加8 然後這個是 4X加14 這樣抽180嘛 所以是6個X 加14加16 等於180 這是30 所以是150 X等於25 你看他的圖 他的痕跡就知道他做了兩次 有沒有 然後他說AB為直徑 各畫一個圓 就是說 假設這是一段 畫小一點 這是A 這是B 那這是直徑 直徑咧 那半徑在這裡 對不對 半徑在中間 所以 他在這裡畫一個圓形 好 然後我在這裡也再畫一個圓形 好 所以他們只會相交於一點 兩個圓形只會相交於一點 再來他說以半徑各畫一個圓 如果用這個當半徑 那就是A先當圓形這個當半徑 那就畫 那整個圓形 那就畫 那整個圓形就要這樣 好 然後B當圓形 AB當半徑 畫起來就會長這樣 太大的一點 就會長這樣 所以他會有幾個焦點 他會有兩個焦點 然後去畫他知道嗎 那 那 以1分之1 AB為直徑 各畫一個圓 1分之1 AB為直徑 就是說把一半還要當直徑 把一半要當直徑 那這就很短啊 好 我把它畫大一點 好 假設這是 假設A到B12 12公分 那你這也是6 對不對 6 那以這個為圓點 6的話 你要把6當直徑 那這是圓形 那你要再畫一個6 就變成這樣 那他圓形會在這裡 好 他圓形會在這裡 那你這也是一樣啊 你要抓一個6出來 把6當直徑的意思 B當圓形 6當直徑 那這有一個圓形 不管怎麼畫 對不對 不管怎麼畫 他們這是沒有焦點 齁 這兩個圓圈就是沒有焦點 所以這畫了才知道 記住 然後他說 九一點P10 A到P等A到B 他有說P要在哪裡 A到P等A到B 他怎麼沒有說要在CD上 他怎麼沒有說要在CD上 所以 他要A到B嘛 你就以AB為半徑嘛 這個當原線 齁 你就去畫 A到B A到B 你看 A到B P有可能在這裡 這一個P 那這也是等腰啊 半徑 有可能在這裡 可是他是說CD上 P有可能在這裡 CD上的話就這個點啊 他是要C到D C到D C到D 所以這個不要 左邊這個不要 本來應該要兩個啦 齁 應該是啊 因為他說CD上 CD線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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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找一個Q 是AB到BQ A到B 然後B到 B到Q 那表示要比 你要改成以B為原型的嘛 改成B為原型 A到B 然後再畫一個原型 這樣子 所以你的Q就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A到B 跟B到Q 要一樣 好 A到B B到Q要一樣 所以你畫起來要長這樣 都要在C跟D裡面了 都在C跟D裡面 在評分成8等分 要做幾次 8等分就要7個點啊 對不對 你就做 你要砍拿其次啊 8等分就這樣 A B嘛 你先做一次 對不對 大於1分之1 AB為半鍵畫圖 這樣就 每做一次就是1分之1啦 一次 然後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這樣就會8分啦 比例的話就要看次數啦 好 這叫中垂線做圖 就是你如果把東西對分 對分 又垂直 它有個名字叫中垂線 這要寫起來 我要檢查 中垂線 這每一條都可以 都是中垂線做圖 好 都對半分 好 好 那腳平分線 好順序是 以 以A為原先 適當長為半徑 適當長 你可以畫那麼長啊 對不對 你可以畫那麼小 A到B這一段沒有規定啊 只是適當長為半徑 好 畫虎交於這兩點之後 那你就有個開口 開口是什麼 B到C就是開口 那你要大於1分之1BC 你不能太短啦 太短就交不起來 對不對 你要這裡畫一次 對不對 這裡 畫一次 這樣 所以大於1分之1BC 大於1分之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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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然是足 這樣才可以相交 好 整個13體 整個步驟是違和 是吧 那A為原先 1要先啦 對不對 那夾到最後啊 因為集會所求在最後啊 集會所求到最後啊 一開始夾結束 夾結束嘛 好 一開始夾結束 這蠻無聊的 如果BC是10 那B租最小是級 他有說要整數嗎 他有說整數 5 BC是10 那 BC是10 那就是5 比5大還要整數啊 對不對 比5大還要整數 那就6 對不對 你用6 因為他要最小 整體要最小 好 好 所以你呢 比到豬最小就是6 要大於1分之1BC 大於1分之1BC 然後又要整數 所以他比5大 然後整最小 那就是6 那就是6 到這邊 好這兩面加油 4